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全台湾现在最多人谈的话题就是柯文哲 徐晓鑫嘛 徐晓鑫那个事情我就不是太爱谈 我觉得那个女人好像不入我法眼 我怎么看不上那个人 谈柯文哲 我先下一个结论 柯文哲必然被关 他必然会被关 而且可能是七年以上 那很多人想说他怎么会这么敢 你看他要卸任之前 把所有公文要把偷走 要把什么 偷避回去 他是知道他做这些东西是犯法的 他是知道他犯法 为什么他敢这样做 我就一开始先破题 我认为这个家伙真的以为共产党支持他选总统 他认为他要选得上 他认为他选得上 那所以呢 只要选上了 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选中要经费嘛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很明显的 跟星光金 跟金华城 不知道拿了多少钱 包括那台资光 金流 一定有金流 柯文哲冒了这么大的险 他自己是知道这是冒险的 因为他的各科室 乘上来的公文 最后觉醒的是他 最后责任是在他身上 各位我甚至跟你讲 这个跟他们的 跟他的幕僚都没关系 这整件事情就是柯文哲在推动 很多说可能是他们什么 各科室啊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拿来给 把这个案子做好 让柯文哲签名而已 真的不是这样 柯市没有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金华城那个案子 从好龙斌时代就已经党了八年 柯文哲敢这样一意姑息 而且就是他在推动的 没有什么柯柯市 没有什么什么金华会 什么什么 这个都是他的什么 他的打扫而已 他的工具而已 柯文哲敢报天下之大 不会干这些事情 除非他真的认为他能选当总统 是不是 否则你现在 全台湾有谁干过这么荒唐的事情 有谁干过这么荒唐的事情 现在是北检出手的 是查黑金小组 那是最难产的一个检察官 而且北检大家知道 北检是全台湾最厉害最难产的一个检察 只要弄在北检手上 基本上你就脱一层皮 而他是用什么 动用用黑金小组来办 有的是什么 北检已经有他的金流了 否则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他是用贪污自罪条例来办他 而且北检故意把这些东西 公布出来让媒体大家炒作一下 很明显的 人家已经抓到他金流了 这个很明显 柯文哲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险 而没有利益 柯文哲是谁啊 你看 从我们最近所了解的柯文哲 这个人真的是为所恶心肮脏到极点 这些事情他只是觉得说 拼一下 过了 我只要选上总统这些都过了 我要选总统没有资金是不行的 所以我要拼一下 他是拿老命来拼的 所以说这个人的权力欲望极大 他是拿命来拼的 看清楚 他也知道他总统没选上那一事 他都知道他必死无疑的 必死无疑 七年以上 不好意思 这太大条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两天所有的节目都在谈这个事 什么节目都在谈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能免俗的谈一下 之前呢 他们什么金发局啦 什么都 都发局那些的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 最近为什么全部都跳出来 这是要命的事情 而你什么 北检既然已经把柯文哲列为被告 所以是他治案 他治案那个不重要 他治案那是个过场而已 一开始他治案 慢慢就会变政治案了 因为这个事情很明确 这个事情很明确 以前他的那些工作人员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抱 现在你看一个跳出来了 一个跳出来了 而且你看他们现在要讲 他们的屋层委员 只要是反对柯文哲 这个案子的人全都被换掉 可是柯文哲他是一手要一手遮天 大家知道柯文哲是很聪明 不管他有没有157 他都是个聪明人 虽然考了三次才考上台大 但他都是聪明人 这个聪明人做事绝对 绝对是算计完再算计的 他不是突然这样做 所以他一开始真的下定了决心 而且共产党可能给他承诺 支持你选总统选到底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一开始我们做过那些 他说共产党希望他选总统 所以他孤注一指 没想到总统选到第三名 他把这些什么 公文要么偷走 要么copy回去 还是救不了他 因为这个是太大条 而且什么 毫无悬念 金华城 840%的什么容积率 那个是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 而且你看监察委员 监察委员一个叫什么名字 一个监察委员有问题 各位我先讲 那个监察委员是有问题的 那个监察委员叫什么 我看一下 不是有个监察委员 不是要给那个 一个叫许健什么 许健什么 反正监察委员是本来 本来就要给他560% 但是被好龙兵挡了8年 柯文哲一来不但560%给了他 而且还增加到840% 这个本来就在全台湾 没有这种先例 但是那个监察委员后面 到了沈清晶的那什么 他的父亲呢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什么基金会 监察委 监察委叫 刘德勋他 让台北市必须给他560% 本来只有300多 变成560% 被好龙兵挡了8年 柯文哲给了他之后 又给他叫他840% 刘德勋最后卸任后 到了金华城的 省村子基金会任董事 这些人 我们谈的时候 这整个都是利益链 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利益链 这个时候所有东西 都要一次把它全部揪出来 一回避他们都不懂 所以我觉得现在怎么回事 现在官长怎么这种 恶劣的风气到这种程度 任何一个当官都不敢像他们 像沈清晶晶晶跟台北市长 这种联合操作 还有监察委员 你避嫌都来不及了 你现在还去 沈清晶的爸爸的基金会 叫什么沈春池 沈春池基金会的董事 台湾如果不整顿 我跟你讲 这些人已经完完全全看得急 然后看到钱整个人都晕掉 已经完全不顾别人的评价 包括柯文哲也是这样 为什么敢说他有对价关系 因为用贪污治罪条例来办 如果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掌握他的精力 这不可能用这一条来办 而且你知道吗 北检他也要面子 北检是台湾最厉害的一个单位 他都敢把这些东西都放出来 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关键的东西 所以我说 他治案只是一个过场而已 他治案之后马上就会进入政治案 柯文哲我认定了 这三大案子他没有一件跑不掉 没有一件跑不掉 他不是在开记者会吗 有没有发现柯文哲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说不出所以然来 人家执意的东西他不敢提 他在讲重点不是台治光案吗 什么 哪一些刺事而非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人 我们现在被这些贪官 我已经教得很聪明了 大家被训练成像柯男的 你知道 每一句话讲出来 没有内容的话 我们都看得懂 也就是说柯文哲走投无路 而且七年以上 最高是无期徒刑 因为这个太大了 福利太多了 那个都是几百亿 可能整个案子加起来 搞不好有上千亿 包括北市科那家家 好几百亿的 只有这种人敢干 你这款人想 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 自己很聪明 所以我说得谎 你们笨蛋都听不懂 你们都是笨蛋 所以你们听不懂 所以我敢这样忽悠你 可是我们这种笨人 我们就自己觉得 你这个智商不够 所以我们不要说谎 我们一说谎 你们这些聪明人 马上就把我们揭穿了 所以最后聪明人都出事 包括高宏安 高宏安 北陶北 那也不是一般的人 但是你们会发现 这些聪明人全部 一个出事 柯太大胆了 一些柯四十座 他会这么大胆 并不奇怪 因为一四十座 他也很敢冲 但他提了他胆小的要 其实他胆子非常小 但是他当时不知道被谁 给洗脑洗的时候 他认定他一定会选上 管宇一定会 后宇根本不是对手 他认后宇最后会让他选 白蓝加起来就超过绿了 他们撞盘是算他一定会选上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做下去 这样干下去 他人生就能打到巅峰了 不过现在可能是要 先到土城看守所去 百分之百 我跟各位讲没有悬念 所以我一开始就先下一个定义 柯文哲必然要关了 现在只是几年而已 刑期几年而已 而且你看他们居然去删除公文 他们居然上网去删除 台北市政府统战的一些公文 各位你觉得他聪明吗 你现在这种技术很容易恢复的 要找到你来删太容易了 所以这些看似聪明的人 做了一系列的傻事 而且是连傻子都不会做的傻事 他都在干 可能真的他这一辈子都毁在他自己 他自认自己157 这个150真的害他一辈子 因为他真的认为自己比人家聪明 他真的认为所有人都是笨蛋 所以他敢这样做 不再想如果柯文哲先关进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感觉 可能很多人会放边 很多朋友都说要放边炮 看这个外国人 其实一个人如果搞到这个程度 现在全国蓝白共同的敌人是柯文哲 不是实际上说他有多厉害 而是这个人实在是 得了天下人的厌 因为他踩破了很多人的底线 拱又高高在上 很多人是高高在上 但是人家没有像他表现这么赤裸裸 赤裸裸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是有一群笨蛋 一群猪叫做小草还在跟随他 柯文哲是最看不起小草的 他不是说这些没有毒素的人 99%都犯毒吗 都吸毒吗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个方便的世界 柯文哲最看不起那群人 是他最支持柯文哲的人 其他人都看透了他的把戏 所以没有一个人 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看得上柯文哲 看不到你有点脑袋 你都会看不上柯文哲 结果他把自己搞成这样 他这两天一直在故作镇静 其实他内心的惶恐 他内心不惶恐 他不会去判那些公文 他不会去copy那些公文 他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大 这几人把他人生堵在一场总统大选 这也是解释奇迹 但把你要这样做 你是不是最老要收斂一点 结果你看他讲的没句话 没句话都把蓝绿往地上踩 所以那些有机会就全部要干你了 很多人是什么 很多人是在出气 大家实在大部分人是在出气 而且毕竟他已经是个 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权益的人 他这个nobody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干他 那就是太过了 上天我看他那麽精华局 杜花会杜成 所有人都出来了 真正好 领心有时候真的做到这样太悲哀了 因为他没有善待过任何一个人 包括他的各局处 他是换得最多那些工作人员 这些幕僚的人 没有一个六都市长 换得这么多各科局局长 得罪了多少人 所以说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在台湾发生了 给台湾人看一场大戏 看一场大戏 都可能觉得我讲话怪怪的 我跟你讲 我现在有一颗牙齿快掉了 我不是说我一颗蛀牙都没有 现在终于有一颗牙齿已经咬得很厉害 快掉了 所以现在讲话有点不太 好像嘴巴里有寒东西的感觉 不好意思 这就是一颗牙齿好沾 快掉了 我最自豪的就是我的牙齿 我想说我要六十几岁 一颗蛀牙都没有 这两天就开始 可能第一颗蛀牙齿要掉了 所以讲话怪怪的 大家都包含 各位因为这样还是会痛 所以讲话不会 没有很专心 好吧 柯文哲的事情大概就这样 说心追大概 因为我相信大家 在各个政策节目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只是说这样的人 他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每个人在讲到最后就说 怎么可能跟他做这件事 原大我昨天讲过原大 会议根本就是造假 造假你还敢刺激到原大不得不出来 不得不出来 那到底你们在做什么 比如黑社 黑社会那些古老的 黑社会至少 人家还知道说 什么是重点 什么不行 柯文哲的全世界乱操 所以我是认为 可能是黄国昌 黄国昌抓到了 柯文哲跟黄珊必然都有事 最后只剩下一个黄国昌 但是民众党也会像实在力量一样 被黄国昌完死 结局就是这样 死在谁手里都是死 这个党未来就不存在了 这一段就是这样 我太舒服了 好了这件事情讲了 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只是我们说共产党 拿出来大家开心一下 这是今天最好笑的一件事 好我们讲一下美国 美国最近凡尼社会的流行很多 应该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闹出来 到今天应该是慢慢到了尾声 但是这个事情全世界传得肺肺痒痒 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 比如说共产党现在天天喊说 美国美国要崩掉 美国打压学生 我跟各位讲 美国是不怕这种社会运动的 它跟共产党不一样 共产党只要稍微有人游行 他们就一定要镇压 他们怕什么 怕演变成政变 民主国家 美国是不会有政变的 怎么闹都不会有政变的 所以你看 你看拜登要两谁 他也没有很在乎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在怎么闹 最终 美国人是用选票来决定 谁当执政的 所以这些 这些什么 但是民主国家军方政变也很难 因为你军方政变 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你最终还是得靠选票 所以说你看 像美国这种成熟的民主国家 这些事情在美国就不像我们 像我们这样非常的戒慎恐惧 因为我们的国会 在野党是通敌的 美国人没有人通敌 美国是左右之争 他们是没有通敌的 所以我说 美国永远不怕这些社会运动 共产党每次把这些事情到处宣传 你看中国的那些平台 宣传的 吓死了 美国要倒了 美国已经内乱了 美国怎么样了 白左怎么样了 我这两天有一个朋友 中国的 但是他是复旦大学退休的校售 他最喜欢跟我讲什么 拜登白左这个就是把美国害死了 这个就是要美国的边境开放 白左这个字是中国人喊出来的 中国人对白左是憎恶痛绝 但是我们的看法又不一样 所以中国人他们有过度的种族主义 他们不能真的了解美国现在的文明 美国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讲一句话 100年前进美国是不需要签证的 100年前进美国是不需要签证的 为什么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无主之地 英国这些人到那边 所以他们认为美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土地 全世界受压迫的人都可以到美国来 因为五月花他们就是受英国压迫到美国 这是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立国精神 现在拜登的做法我认为并没有很大的错 但是川普就一直边境要做建围墙 很多中国人就认为川普那个才是对的 要挡住所有的移民 但我说你们是什么 你们自己都在海里 都在海里 他们也被淹死 你好不容易上岸了 你就阻止其他人上岸 现在这些人 我这些朋友到美国这些朋友 拿了美国国籍之后 他们就是阻挡新的移民 最厉害的就是他们这群人 他们讲的很官民谈谎 这个法律 美国你看 你看这些人 美貌边界来的多少亏法移民 会把美国吃垮 会把怎样 说的官民谈谎 但是当年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 所以说集权统治下的人民 哪怕他们到了民主国家 他们依然不能了解民主的价值 我会这是常常跟很多中国 以前中国的朋友辩论这个事 我刚才讲白左是你们发明的 我在台湾那么多年 就没有听过一个人批评白左 他们认为白左是什么 圣母 圣母表 因为太民主了 所以容许一些犯罪 什么零元购这些东西 其实零元购是有地区的 那是加州的一个特色 他们有他们地区的考量 你讲这个都没有意义 我加州市政府 他们是租吗 如果真的加州人那么讨厌 你能够 那我就问你 那加州市长怎么选上 所以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们不在的那个地方 我们不要去讨论人家那些东西 本地人愿意就好 你一个第三者天天在喊人家 美国就这样亡国 这些非法移民 有很多是共产党派去的匪谍 我拜托了 共产党用匪谍他不会走美墨边境 你拜托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因为 那很多天我就说 大概讲一下 我也希望海外的朋友 有时候你们到了民主国家 还是要接受现代民主的精神 不要用中国人狭隘那一套来看世界 如果人家当年你们要移民美国 所以美国用这么狭隘的态度来对待你 你今天哪有你在美国的身份 是不是 很奇怪 反而是你们这一区人阻挡 阻挡后来的人阻挡最用力 这美国本土的美国人 反而对这个事情 没有你那么在乎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定 规划美国的中国人 甚至可能包括一些台湾人 我认为最后都是 不能融入美国的外类也行 我都认为 我真的认为 他们没有资格成为自由民族的人民 没有资格 还有我今天最后一次讲 以后不再讲了 很多人一直在跟我写信息 就是指责我的核能的耐度 我今天再讲一次 意大利的七大工业国 最后都同意在这几年内 把全世界核能发电增加一倍 全世界都不再反对核能发电 只有它一定的意义 有它一定的意义 很简单 你不用核能发电 你就是用什么 就是用煤石油发电 毕竟你绿色能也是很有限 所以最后产生现在 这种全世界的温室相这么严重 可是我们很多朋友 可能他没有办法想那么多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台湾不能有核能 好 他们还真是指着 R1-100 他以为我不懂 他说核能不在R1-100 我很久以前又讲 R1-100叫再生能源 核能不是再生能源 但核能是绿电 核能是绿电 但不是再生能源 我跟各位讲 如果照他们的要求 加入R1-100的国家 有多少再生能源可以给你用 太现实了好不好 可不可以现实一点 什么叫再生能源知道吗 当然就是光能 电光 风 地热 熬系发电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没有很多东西 所以根本就不够用 我没有反对过再生能源 各位 不要拿这个东西来 黑我没有用 我没有反对过再生能源 我只说它不够用 未来的能源的需求量 大到你想象不到 所以G7 甚至G7 G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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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全部都开始了 在推能 核能 现在的核能跟以前的核能 又不一样 现在的核能比以前安全多了 你不要告诉我核费料不能处理 你如果当了执政党 还不能处理核费料 你就下台 我有时候听了有点生气 这种事情 天天都有人跟我跟我乱 我就讲到这里 以后再也不提这个问题了 听了你就听了 不然你就不要听 这样很简单 这个世界趋势 我们讲的是世界趋势 我不是只讲台湾 台湾不能不跟着世界趋势 跟你们这些少数人在那边 揮和家园 揮和家园 你笑 你有什么资格喊揮和家园 你是工业大国 你是科技大国 你有什么资格喊揮和家园 有时候我感觉这些人 脑袋不知道装什么 有时候搞不懂 你们在想什么 时代不同 要与时俱进 这样不行 要与时俱进 什么时代 要有时代背景的考量 而不是一个口号喊了一辈子 揮和家园30年前是合理的 现在不合理 这样对不对 自己想 整天在讲这个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人在讲核四 我没有人在讲核四 为什么你们就已经在讲核四 核四30年前 封封成30年前 现在在用也不能用 我什么时候讲过核四 G7 我们的社群里面有发了这篇 G7 他们也是谈的是小型核电 SMR 跟我讲一段 你们要跟我反对之前 请你去把SMR弄清楚 我已经懒得再反驳了 G7全部都在推这个东西 因为未来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 况且现在的核能安全跟以前又不一样 与时俱进吧 如果这样还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不然人如果要听台杠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留在我这里 没有意思你知道吗 名其事750块 我这边不是要跟你台杠 我没有一百钱 整天在台杠 我只讲现在世界的趋势 如果我讲错我会认 但是我今天敢这么大声跟你讲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没有讲错 还有台湾现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是5.57 那是人非常的好 这个实际台湾现在经济成长率有5.57 你看全世界各国到底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 可是台湾现在居然很多人民 在一个享受这么高经济成长的情况下 还没有看懂这个局势 台湾已经乱到现在了 而人家说笨蛋问题在经济 可是台湾经济这么好 为什么还有一群笨蛋呢 还有一群去选国民党 而且让纵容国民党这边乱的人 各位大家都为着国民党最近在搞官务法 大家忧心忡忡 真的 如果他们敢通过我们就冲撞立法院 我们就敢去占领立法院 好不好 跟大家约好 如果他们国安务法敢过反胜通法 敢去推翻这些东西 我们就敢干他 好不好 就敢干他 要让国民党知道 这个事情如果他们敢过 还有什么 老式国会罪 如果他真敢过 真敢通过的话 台湾人真的要站出来 把立法院给淡满立法院 再一次 太昂花再一次 老式国会罪多含 等于是什么 不光是什么 香港的23条 我认为根本就是什么 平常东厂西厂那些 警医院那些 一点点小事 他说不光是什么 他可以扩大 他甚至扩权到 被私企都有什么 私人企业 他们都要求私人企业 必须要提供什么的 提供一些什么 秘方什么 配方什么的 反正这个东西 如果照他们这个版本过了 台湾必然外商跑光光 台湾营造的民主自由 会因为我们的民主自由 被这些人利用而完全破功 这件事 大家可能真的要小心 但是别怕啦 怕不怕啦 遇到事情就处理啦 我已经说 如果他真的敢这样过 我们所有人都去冲撞一百一 我相信只要一发起这个 应该会很多人支持 台湾不可能 就这样毁在这些人手上 然后怎么可能 台湾是我们的台湾 不是他们的台湾